这个是我姥姥传给我妈 我妈传给我的 西瓜喷水青蛙 去小卖部看看能换什么玩具 老板我有个传家宝 看能换什么 这是一个西瓜吗 看这里还有个小青蛙呢 只要遇见水 小青蛙就会喷水 这么神奇吗 我不信 我来给你演示一下 看好了 把它放入水里 然后取出来再放到另外一碗水里 再取出来放盘子里 往它身上淋水 看是不是喷水了 我的妈呀 这个东西太神奇了吧 里面是不是有电池啊 绝对没有 你换不换 换 这么神奇的东西 肯定换啊 那能换多少东西 我给你个篮子 你想装多少都可以 哇 这么大一个 老板你人也太好了吧 不是 你的是这个篮子 这个也不错 也不是这个 是这个 老板 你太黑了吧 这能装什么啊 嘿嘿 那要看你的实力了 这么小个篮子 我要好好想想怎么装 那我先来三个洞洞乐抽奖 正好我需要一个暖手宝 看看能不能抽到 这是啥呀 哦 原来是个陀螺 第二次 这又是个啥呀 好像一把小伞 最后一次机会了 来个暖手宝吧 又一把粉色的小伞 去看看别的吧 再拿个巨无把萝卜刀 哎呦 不行太重了 拿不动了 那就拿个小盲盒 打底 拿一个菜狗盲盒吧 再拿八个蛋仔 纪念碧盲盲盒 再拿两个捏捏乐吧 这个小青蛙不错 这个小葡萄摸着里面 有东西啊 它也拿着吧 再拿个大包子 不行真的放不下了 要倒了 那这个就不拿了吧 宝贝们 又组成了小青蛙 换了两个捏乐青蛙 还有这么多东西 你们说 它不会打我吧 写的会的 打狗头表情 这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这个我又挨倒了 算了不管了 现在你看 蛋仔经典币盲盒盒吧 还送了我本册子 说如果我们机 上面所有的经典币 就把喷水器还给我 咱们给你来看看啊 先来一个 看上去的哪一个 里面有两个贴纸 一个蛋仔经典币 哇 一个黄色小蛋仔 还带敷眼睛 这是第一个 再来一个 回 不是吧 这还有宠币啊 这才第二个就宠币了 和第一个一模一样 对不起 可不要再重复了啊 这个不一样 这个也是黄色的 好像是个小鸟蛋仔 下一个 哦 一个黑色的 这个是冬天款呢 继续 又不一样 它们俩还有一点相似 小鸟蛋仔 这个就宠币蛮好 哎 我惊花呀 又重复了 画一下 以下的三个了 最后一个 可不要再重复了 看上去 又重复了 小鸟蛋仔 纪念币蛮盒都拆完了 只提到了五种纪念币 你们说 我什么时候才能提起啊 每个里面都有两张贴纸 还中了一本收集册 再来看捏的 这个小鸟蛋里面 真的有东西耶 你看出来吗 纪念这好滑呀 纪念这好像是个圆的 但是摸不出来是什么 来 大家看看是什么 哦 哇 真的一个小鸟蛋 纪念这好Q弹的 这个小鸟蛋里面有没有耶 这小鸟蛋看着还挺可爱的 纪念这好舒服呀 摸一下看你的东西啊 现在好像没有东西耶 那就不打开了吧 我再买个菜梗芒的 看能不能开出隐藏款啊 来吧 希望这个隐藏款哦 宝贝们 你们点个小鸟 记得一下幸运值吧 是不是呢 Hello 它是滑色的 哇 好可爱的小鸟啊 你们看还有小舌头 还有小脚鸟 可以啊 但不是你藏款啊 它能不能是颗白菜耶 它这个口好像从四海鸟里面长出来的 宝贝们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太多了